镜头转回台湾 我们来关心台铁瑞芳到喉童边坡 因为连日下大雨 在今天早上有大量土石摊坊 造成路线中断 宜兰到树林间停驶 冲击到东部交通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 今天晚间也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他也肯定台铁这一回危机应变处理 不过现在状况如何呢 由于摊塌面积太大了 因此晚反东部盖线的车班 最快可能要四天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通车 因此目前已经请国道客运业者 还有航空业者加入协助输运 为什么茂雨紧急清除坍塌土石 就是为了抢通台铁瑞芳到喉童的边坡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在晚间前往现场视察 电力感被后面的三辆的树去打到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台铁瑞芳到喉童间的边坡 4号早上大量土石摊坊路线中断 这下也使得宜兰到树林间停驶 冲击东部交通 而加入部长林佳龙表示 预计在四天内完成抢求通车 不过对于这一次台铁 抢载列车行进谈防路段前 就协助乘客安全撤退 林佳龙也表示肯定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车上的乘客可以安全撤退 然后在一个小时后才整个大规模的坍塌 所以这个是同仁可以说是他们有落实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考量是冷天气加深抢求困难 加农部长林佳龙也在现场发放暖暖包 慰绕抢求人员的辛苦 就怕台铁停驶严重冲击东部往返交通 目前也只是国道客运和航空业者加入协助输运行列 根据公路总局统计 目前国道客运像是首都统连等业者 针对台北到宜兰以及台北到花莲 截至4号晚间7点为止 已经加开268个班次 输运9276人 航空部分业竞加开一个航班 往返台北到台东 每个航班可以提供70个座位 客运加班 台东的航班也增加 遍颇坍塌导致台铁往返东部交通大乱 尽管国道客运航空业者都加入熟运行列 但碰上周末假日大批旅客有熟运需求 会不会影响国道大塞车 也备受外界关注 记者中博岛